大家好,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 俗话说春吃芽,夏吃瓜 夏天来了,天气渐渐炎热起来 而西瓜则是夏日消暑必不可少的 美味香甜又多汁 基本上没有人能挡住 但是你会挑选西瓜吗? 有时美美的吃上一块又水又甜的西瓜 才会瞬间省清气爽,心情舒畅哦 其实西瓜甜不甜跟个头是没有关系的 也并不是个头越大越甜 下面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挑选西瓜的技巧 学会了到手的西瓜各个宝田 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招看纹路和颜色 先看纹路 尽量挑选纹路越清晰的越好 而且西瓜颜色要趋利鲜艳有光发亮 看起来颜色特别好的 口感一般不会太差 而放久或未成熟的西瓜 纹路一般不清晰 表面有绒毛 颜色也会显得灰暗 毫无生机 这种西瓜一般口感不好就不要买了 再看一下西瓜上的这块色斑块 要挑选斑块乳黄的 代表已自然成熟了 如果斑块发白就不要买了 那样的西瓜可能是在还未成熟的时候 就采摘下来了 口感就会不好 第二招看瓜藤 瓜藤尽量挑选翠绿饱满的 代表西瓜新鲜水充足 这样的西瓜吃起来多汁 口感好 味道也是甜的 瓜藤叶干枯 代表采摘的时间很久了 口感会差一些 再就是挑选瓜藤弯 弯曲卷的熟成母瓜 口感细而甜 瓜藤直直的熟成公瓜 折口感粗耳淡 第三招看瓜旗 这也是我们需要重视的一个地方 西瓜跟其他瓜类一样 先咔花再结果 果汁长到一定的时候 花就掉了 留下了一个圆圆的起影 这个圈可以让我们轻松断定 哪种是母西瓜 哪种是公西瓜 一般圆圈越小的 那是母西瓜 瓜肚脐越小呢 这样的西瓜就越甜 起瓜皮也特别的薄 反之圆圈越大的 那是公西瓜 买西瓜时可以仔细看看 从这点上看很明显 再就是挑瓜旗凹进去一点的 质量更好 如果凸起来代表还没有长好 第四招听声音 这也是大多数人常用的方法 不管懂不懂 先拍几下表示尊重 我们希望手指敲几下 听声音是否空洞 空空的声音代表是好瓜 如果声音低沉沉沫 像是死心的 代表熟过了 凸起西瓜 用手掌轻轻拍几下 不需要很用力 下面的手振动感不强 代表瓜有点生 或者瓜皮太厚 感觉振动感强的是皮薄 口感更好的瓜 总结一下 就是当当的不熟 砰砰的熟 扑扑的熟过了 声音越闷 代表瓜熟的越厉害 接下来顺便给大家分享一个 切西瓜的小技巧 吃起来不柳汁 不长手 非常实用哦 大家看看以上的方法 挑选出来的西瓜 西瓜皮薄 汁水特别足 也非常甜 记得收藏起来哦 首先第一个切法 西瓜一切两半 把其中一半扣在盘纸上面 融入在上面 均匀的切上几刀 再转下方向 同样切几刀 这样就切好了 吃的时候 直接拿一个吃起来 非常方便 不会柳汁 也不会长手 给小孩吃 非常的方便 第二个切法 把一半边西瓜 再一切两半 用小刀 在两边横着画几刀 再竖着画几刀 肉顺着瓜皮划一刀 让瓜皮和瓜肉分离 现在切好了 西瓜变成了很多的小方块 可以直接用叉子 或者牙签插着吃 不会弄得到处是西瓜汁 这样切出来的西瓜 招待客人也特别有面子 以上挑选西瓜 和切西瓜的小技巧 您学会了吗 赶紧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看看吧 视频看到这里了 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作小手 给我点个赞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请关注我吧 我是多多 我们下个视频见啦